说到相声界的泰山北斗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侯宝林 侯耀华等人 这对父子当堪称相声界的艺术家 不仅带给了大家优质的作品 更是培养了无数出色的相声演员 被称为艺术家当之无愧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侯耀华最出色的弟子郭德纲 提到郭德纲 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自侯耀华之后 相声界也就郭德纲的名气最大 如今已经被称为了相声大师 更有追捧者将他尊称为艺术家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称郭德纲为相声大师不为苦 如果称为艺术家就有些国籍了 收徒是相声界最为广泛的流传 一方面扩大自己的相声队伍 另一方面为社会培养出新的相声演员 1996年郭德纲创建德纲社之后 二十余年的时间中 德纲社涌入了不少的门徒 大部分都拜入了郭德纲的门下 而郭德纲也尽心尽力 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比如曹云金 月云鹏等人 只不过曹云金后来退出了德纲社 提到曹云金 可能很多网友会吐槽他 说他背叛师门 忘恩负义等等 其实曹云金为何退出德纲社 其中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与师父郭德纲发生了矛盾 最终选择了退出师门 因为是徒弟离开师父 所以大部分的吐槽生 都是围绕着曹云金 毕竟中国对尊师重道这几个字很敏感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郭德纲从出道至今都被称为相声大师 人品和相声均是一流 所以曹云金退出师门才会遭到吐槽 其实和曹云金离开师门之后 也结束过采访并且还在节目中 大肆爆出师父的黑料 说师父家 小黑胖子 家图四壁等等 虽然曹云金对师父各种爆黑料 吐槽 但却没有获得网友和观众们的拥过 反而使人更加的反感 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虽然曹云金退出了师门 但在背后这么吐槽 自己曾经的师父的确有些不妥 有些不妥